台東的民眾在行經台九縣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路旁的美人樹 盛開得像櫻花一樣 每逢秋天正是美人樹盛開的季節 不只是在台九縣 台東市的中心路段也都看得到 美人樹紅粉繽紛的美麗景致 這邊住在台北的曾小姐 也剛從國外的南半球回國 當她來到台東看到這些美人樹 還誤認以為是櫻花樹 在朋友的告知之下才知道她是美人樹 但她有一種還在國外的錯覺 台東這個美麗的地方有這麼美麗的花 讓人覺得很開心 我算從北部來 但我剛從國外回來 國外有看到國外參與戰術嗎 國外其實剛剛跟朋友說 我剛剛有一個朋友在這邊 剛剛說我錯認季節 因為我剛從南半球回台灣 那邊現在準備開櫻花的季節 所以我說這是櫻花耶 她說不是這是美人樹 對所以就是很漂亮 然後因為櫻花也是 那時候看到也是偏粉紅色 所以就誤認 你會回到國外的感覺嗎 會有一點覺得在國外 然後對就是本來不想回台灣 現在覺得我還是在國外的感覺 對 每逢九月花旗 整個街道就像進入紅粉世界 尤其是進入花季的尾聲 成片花朵 隨風凋落 彷彿自身在偶像劇裡面的情景一樣 不僅路過的遊客經驗 就連在地的居民也都直呼美呆了 東南新聞 我們陳金雄 海龍市長長報導